柯文哲這個搬來之後 他們就是後來要搬走啊 他就說柯文哲是惡鄰居 他講了兩件事情啦 第一個就說 因為柯文哲後來當市長嘛 對不對 那你就是有維安 有24小時維安嘛 那這種大症 有的 就是說大概維安 你說大症狀也不可能 但是說一兩個總是有啦 24小時在那邊保護市場安全 那他認為說你這個隨後來了之後呢 你總是會有一些生活啦 或是說至少那個燈 那個照明燈的那個電費啦 公共電費 對對對會比較貴一點 所以他去找柯文哲講說 那個管理費要調高啊 柯文哲竟然回家講說 我還沒收你保護費 對啊 我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很像柯文哲的口吻 他連增加一點管理費都不願意 對 但是他這樣講說 我還沒收你保護費 因為我有那個隨後 市長有一些隨後的維安就對了 他說可以保護 我還跟大家說保護費 我跟你講我真的覺得 這個很像柯文哲的口吻 那另外呢 還有那個鄰居就說 他們那個樓上會漏水 要求柯文哲 就是也要稍微付點修散費 柯文哲就回人家講說 那個修散是你自己個人的事情 不然我用公權力 你家說你再吵 用公權力也會把頂樓 那個違章建築給拆掉 天啊 嚇死人了 這怕死啊 對 領居都很怕 那當然啦 這個現在在PT上面 討論非常熱烈 讓你很兩極 有些小草還是會互航 但是我覺得有些人講得很好笑 他說終於了解 柯文哲為什麼是那種 移動的嫌悟設施 那最後還有一個名言啊 就說柯文哲會講兩岸一家親 但是鄰居變成一條狗 你就知道很諷刺啊 的確 來 青皇 因為現在這個爆出 這個柯文哲用4300萬 去買商辦嘛 小草他們的心聲到底怎麼樣 然後他們現在講說 柯文哲說啊 這個前一二名 什麼賴啊 什麼喉啊 你們不去檢討 反而去檢討第三名的柯文哲 這個他這個傳出4300萬 買商辦這件事情 當然可能變成壓垮小草們的最後一根的稻草 稻草壓垮小草 那為什麼這樣講 你去看柯文哲在整個過程裡面 至少有三件事情讓大家覺得說 你們民眾黨跟柯文哲就是講不清楚嘛 第一個來 你看 在帳的部分 三組候選人裡面 只有柯文哲這一組的這個狀況 在會計師做帳目 你收支截存應該要有6000多萬喔 但是銀行那邊的余額 只有3300多萬耶 請問有2700多萬的插額跑到哪裡去 另外兩組候選人賴清德跟侯友宜 都沒有這個狀況 只有柯文哲有這個狀況 那這數字上面小草看不看得到 當然看得到嘛 那第二個是對小草來講 木可公司的錢 為什麼我們支持你買這些小木 到最後錢請問到哪裡去了 木可公司 柯文哲為什麼被問到木可公司 就迴避就閃避 但是你可以說他要讓他結束營業 這件事小草也無法理解嘛 那第三個就是買房子的事情 前面1.2億 轉了一大圈到今天4300萬 所以你看到三件事情 小草我們講說 這個也是過去非常鐵的柯粉 張喬瑜護理師 他今天貼出來 在他的社群上面貼說 你看他把柯文哲這一則 柯文哲認了 選舉補助款三分之二歸自己 總之這樣 我補充說一件事情 2015年的柯文哲 當時陳佩奇傳出來說 要拿選舉補助款去還房貸的時候 瑞雄我應該就有印象嘛 當時柯文哲這一件事情呢 陳佩奇被罵的時候呢 柯文哲是趕快對外界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不會拿選舉補助款拿去還房貸 當時選擇不做這件事的喔 也就是這個錢不拿來私用 柯文哲說要捐作公益 那為什麼2015年的柯文哲 選舉補助款要捐作公益 但是到了2024年選舉補助款拿去買商辦 對這明目張膽啊 2015年的柯文哲跟2024年的柯文哲 完全是不一樣的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這一件事情承認 選舉補助款三分之二歸自己 拿來買辦公室的時候呢 這個張喬瑜發臉書就寫了一句話 謝謝民眾黨差不多全聚中了 全聚中了 全聚中意思就是什麼 下課啦 但是我覺得他也還沒有到下課的 是因為他至少每年的政黨補助款 還有1.5億 所以對於民眾來講呢 這個還不到下課的時間 但是絕對到了內部 大家要互相批鬥的時間嘛 所以你看到蔡壁如跟這個 上個禮拜的劇情還不是喔 上禮拜之前的劇情是看到 黃珊珊被大家批喔 然後蔡壁如跟黃珊珊 到後來看到的是 陳志涵夫妻兩個跟張喬瑜 哇 從禮拜五就開始一路槓上 槓上也就算了 這不是只有槓上喔 而是槓上的過程裡面 張喬瑜把錄音檔放出來 整整的錄音檔裡面 大家聽到的是 為什麼柯文哲可以告訴許甫他們說 這個民眾之聲 民眾黨的YT頻道的收入 他是在木可公司 這到底為什麼 民眾黨自己的斗內收入 然後竟然是到木可公司去 而民眾黨的人要發獎金要獎金 文宣部的要獎金 可以由木可公司來發獎金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你明明是民眾黨的員工 但為什麼可以由木可公司編列預算來發給民眾黨的文宣部獎金 這很奇怪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從這段錄音檔揭露之後 很多人都認為說那木可公司就是你柯文哲的黨營事業嘛 而面對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只問一件事喔 這錄音檔是禮拜五到禮拜六的時候瘋傳 瘋傳到目前為止 請問柯文哲有回答關於木可公司跟錄音檔的關係嗎 都沒有 沒有 他只告訴大家說 我們這個不用再裝窮了 我一點惡意我們是買得起的 然後今天再告訴大家說 這個房子呢 對就是有買的這件事情這樣子 關鍵問題木可公司 關鍵問題 這錄音檔的內容 柯文哲都沒有要回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也是為什麼有小草對你失望 有小草認為現在柯文哲旁邊的人無法信任 然後講說民眾黨差不多全聚中了 這個狀況在持續下去的時候 你看張喬瑜在炮轟的對象 炮轟誰 炮轟陳志涵 而且這個口徑跟蔡壁吾是很像的 叫他有本事下來 2026到地方選 不要整天在黨中央辦公室吹冷氣 然後領20萬 所以這種情況在民眾黨黨內 只要持續下去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民眾黨的分裂 以及民眾黨的趨向萎縮 他已經成為事實 柯文哲走到現在是連鄰居都嫌棄嗎 阿苗 最新的民調顯示民眾黨的支持度 還有柯文的支持度 是已經到達那種崩潰的邊緣了 最新的民調 在打電話的時候 還沒有爆出競選補助款 買房子 買房子 這今天爆出來的事 那是前一波 關於他的政治獻金 他的木可公司 還有他的96萬素食便當發票 這些等等的事情所反映的嘛 那其中我覺得比較嚴重的是 這個民調顯示的結果 柯文哲的根基已經被傷害了 過去有時候柯文哲民調低啊 可能剩10幾% 20%的時候 他們可以說是因為他有北於藍綠 藍綠的都反對他 但是他會說年輕的 高學歷的 還有都會區的還是支持他 可是在這一次民調裡面 我們看到了第一個年輕人 對於柯文哲的反感度 是標誌新高啊 好感度是跌到新低啊 反感度到上個月爆增15.7% 來到65.3% 創黨五年來新高 對這是全體的 這是全體 但是以年輕人來講 20到29 還有30到39 這個柯文哲最主力的支持群 現在反感度都超過50% 都超過50%反感度 好感度呢 只剩下大概40%以下 所以在過去 他的好感和反感 現在是完全反過來的 然後呢 還有包括他的大本營 屬於桃竹苗地區 他在那邊的得票率是相對高的 在他的大本營桃竹苗地區的時候 反感度也是標迫半數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件事情 他們現在還在死守 最後一條防線 還在講說 哎呦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你咬我啊 哪裡有違法你講出來 現在幫他護航都是這樣嘛 阿伯有錢不能買房子嗎 幫他護航都是這種說法 那就挑戰信任度嘛 還有一個信任度 我們看到民眾對柯文哲的信任度 有23.4%表示信任 有69.1%是不信任的 將近七成是不信任柯文哲了 因為柯文哲給自己立的 那個癥結牌坊倒了嘛 就是這樣子嘛 他一直一路走來 就是在強調 第一他清廉 他兩袖清風 他財政紀律 他高智商 他勤政 結果現在呢 帳戶一問三不知 通通不知道 勤政崩盤對不對 然後呢 他的財政紀律 假發票 假账一堆 崩盤 然後現在連清廉 這最後一道防線快要失手了 因為他竟然把這一票30塊 小草重置層層給他的 拿去購置他私人名下的房產 對 所以我認為今天這個民調 崩跌還在扮三腰而已 在扮三腰 下一期在做的時候 這個件事 因為這個選舉補助款 買私人房產 這件事情完全還沒反應啊 這今天才出來的啊 對 這會讓小草非常失望 而且他的信任度 為什麼崩盤 因為你對照他過去的 種種言行 你會發現 過去時常都在說謊 對 尤其是關於錢的 這件事情 一直在說謊 對 選前最後一天還在募款 說他沒錢啊 叫大家一人200救救他 結果現在監察院 政治信心資料出來說 原來選前一天 帳戶還有7000萬啊 還剩7000萬在帳上啊 對 什麼沒錢 人家勒緊褲帶 結衣縮死 可能連便當都沒吃 捐給你的 對 現在發現什麼 選後不是還開記者會 目可好物 一波接一波賣 還跟黃國昌一起 穿了什麼7點半T恤 戴帽子 買咖啡包 叫小草 一人 這個買一件T恤 舅舅阿伯 館長還跟他直播不是嗎 館長最挺他 館長挺到 連他自己的電商生意 都一落千丈了 結果現在發現 不只目可公司發大財 原來阿伯口袋裡的錢 多到現金買房一次付清 所以你說 之前是不是都是演很大 是不是都演員訓練班 是不是都在講謊話 是不是都要裝窮 如果給人家形成這種印象 對不起 從今往後 民眾黨還要募款 還要PO文說 民眾黨危急了 請小草再救救這個 所謂超越藍綠的政黨 阿伯沒有錢 誰還要救 對 誰還要救 因為你已經徹底破功了嘛 你過去演的事情 現在已經證實了 全部都是演很大 演技精湛嘛 那在這樣子情況下 民調有這個反應 不意外 但是他們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他周遭的人 現在如果都還在護他 對 現在都還在呢 鞏固領導中心 還在穩住阿伯 支持阿伯 無怨無悔 相信阿伯 那未來他們2026那些要選的議員 你可以持續觀察 現在他們2026那些要選議員 今天完全沒有辦法做任何辯護 對 因為阿伯的政治誠信 為了這7000萬 已經破產 我不知道阿伯 覺得值得不值得 你為了這7000萬 你選總統的人 現在你的誠信 已經徹底破產為代價了 那你旁邊的這些人 會不會跟隨著你 把自己的政治誠信 也堵下去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繼續觀察 好 民眾黨現在越亂 就鬥得越兇嗎 隨著風暴呢 越燒越旺 各界就質疑 柯文哲 你現在的決策能力 是不是已經六神無主了 那我們看到 他的核心目瞭 蔡壁如 過去的 過去30年 他在接受訪問 就說柯文哲現階段 要靜下心 然後柯身邊的人 也不要給他添亂 這建議其實也沒錯 然後他就開始來 他說黨內聲量高的戰狼 應該要參與2026的地方大選 這就亦有所指 那當然聽得出了 就是陳志涵 陳安就回說 蔡壁如你提到的事情 很多都違背因果關係 那你蔡壁如 現在是台中的市政顧問 案法規 有幾職的市政櫃 是不能參與黨務的 意思就是說 你針對民眾 你少開口 你不要介入 台灣是這樣子嗎 這個很明顯就是內鬥 內鬥 可是當一個黨 你說還有剩下多少追隨者 如果100個人 全部都對你反感的超過65% 就接近七場了 那你追隨的人 剩下這幾個 要在那邊鬥來鬥去 相對的民調做出來 反感度又將近七場 不讓他開什麼玩笑 你很難去看到說 一個新興的一個政黨裡面 一個總統的一個候選人 他本來是超高人氣的 募了那麼多錢 然後本來大家討論的是金華城 討論的是北市科 全部都討論這種法律案 結果這種法律案 大菜還沒上場 全部就是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的部分 大家還沒有真正去檢驗 討論的都不是法律案 是在講說 你錢怎麼那麼多 你是不是騙我們這些小草 你光去看20歲到29歲 或者說你說 從31歲到40歲 從這部分來看的話 已經是原來對他有所信賴的人 不信賴的都已經超過原來信賴的 那個不信賴的都已經超過一倍了 你說剩下來會有多少 陳志涵當然要嗆蔡壁盧 他一定想說 你不是被趕走了嗎 那你以前跟在旁邊 那你已經 以前你那個 多強大的一個勢力 整個民眾黨都被你把持 現在好不容易把你給趕走了 你現在還要對整個台灣民眾黨 指指點點的 從這些來看的話 這個黨 你說叫他 一說會好 我看王子不安全 蔡壁盧講的最好玩 就是說柯平你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把心靜下來 他的追隨者 或者說 一般在評論你的人 人家管理你到底心有沒有靜下來 他在要的是說 你把這些過程 這些錢 把它給交代下來 倒不是你心靜是如何的問題 所以他們還是在做一個危機處理 過去台灣民眾黨 尤其是柯平在處理這種事情的時候 那是很有魄力的 你看那個MG49的時候 好 一直說黑 貼貼給你看 任何政黨在處理這種錢的時候 展現過最大魄力的其實就是誰 台灣民眾黨 可是相較之下 以前跟現在短短才幾年而已 你就不敢去講清楚 現在是不是客貿 我觉得这非常可惜 越处理越大空 现在看起来火烧不完 对不对 越处理越糟糕 所以蔡壁如的建议也没错 你要静下心 因为看起来他现在的 任何的政治判断 都把自己越弄越糟糕 所以那边讲说六神五祖 这个是最糟糕的 你是党主席 你算个总统的人 可以六神五祖 其实我倒建议他 应该是像以前 在处理钱的事情 一次就把它给讲清楚 那不可能 不对 他现在讲的 连他自己都认为 这一些跟法律都没问题 以现在所蹦出来 他去买房 那这些事情确实是 你说那是道德层次吗 那个是还道德层次 但重点是 接下来政治现金的 如果又有人跟你蹦 都不拢的时候 你现在不一次讲清楚的话 会更麻烦 那边挤一下 那边挤一下 现在就有69%的一个反感度 继续烧下去 然后接下来 又法律案上场的时候 没完没了 是 我们看到 整个的民众党 现在已经是乱成一团了 党主席 似乎也没有能力去处理 整个的火势 烧不完 因为火就在他自己本身 所以宇宙君怎么样看 这个部分 是不是 柯文哲已经没办法处理了 因为火烧成这个样子 现在里面党内 又斗成这个如此 蔡壁如跟 陈英雄来斗来斗去 现在是他们自保 然后也完全 听不进任何的建议了 民众党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政党 就是你看 整个政党的风暴 烧到 捉对厮杀 没有人骂柯文哲 大家觉得奇不奇怪 对 这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纠纷 争论 都是来自一个人的作为 就是柯文哲 可是民众党里面 有骂陈志涵的 有骂徐浦的 有骂黄珊珊的 有屁菜壁如的 反正打成乱集团 没有人骂柯文哲 这是个什么样的政党 对不对 这是列宁式的政党吗 还是习近平式的政党 非常可怕 柯文哲讲什么 他说 我是主帅 他知道他是主帅 我是主帅 这么多的风波 我要负全部的责任 可是 财政的部分 堵给端木正 堵给李文忠 政治的部分 堵给黄珊珊 对 他哪有负责啊 对 柯文哲的权责 他根本没有负责 他的权责就是 把全部的责任 推给别人 叫权责 权推 他叫权推 不敢我是 那财政的 我悟信了50年的老同学 这个李文忠怎么会这样 端木正怎么会这样 今天最糗的是 记者到党部去赌他 问他的时候说 你不是要交给台北市的 会计师事务所吗 对啊 可是那个执行长 端木正你知道 哎呀怎么会这样 你不知道啊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才怪 才怪呢 他就是一切的事情 就到处推 到处塞 塞到你没话讲 最后你看 现在黄珊珊 不是会帮他讲话 为什么没有帮他开 继续开这个 什么查账记者会 没有人要帮他开啊 黄珊珊不出来啊 黄国昌在美国 就算回来 也不会帮你开啊 那陈志涵 跟这个许浦 能开吗 他还没有开 他们不说周三要开 对 那谁来主持 柯文哲自己主持吗 黄珊珊被停权了 黄珊珊停权啊 黄珊珊不会出来的 你都停权我了 柯文哲自己出来讲吗 对 柯文哲非自己出来不可 否则就是陈志涵跟徐甫 还是李文中 李文中不会出来了 悟信50年的 悟信50年的坏朋友了 对不对 端木正会出来吗 推不成端木正就推给李文中了 对对 那李文中已经变坏朋友了 坏朋友怎么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说叫台北市的 这个会计师公会 搞半天执行长是李文 那是这个端木正 也不行啊 黄珊珊被你弄为 负政治责任的牺牲者啦 对 那谁出来 只有求一个人啊 黄国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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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 对不对 催孝者联盟的 这个最后的良心 出来 柯文哲坐旁边 黄国昌你有本事就站起来说 都是这个柯文哲的错 太离谱了 叫他滚 我告诉你 民主党可能还会活啦 可是没办法 民主党是列宁式的政党 谁都可以骂 就是不能骂柯文哲 就跟在中国一样 谁都可以修理 总理可以修理 书记可以修理 谁敢修理习近平 一修理明天消失 所以柯文哲的做法就是 他说 我告诉你啊 没有关系啦 我们这个一代 也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二代 也没有二代 为什么一代是柯文哲 跟蔡壁如 现在蔡壁如被陈志涵 逗到台中去 还说 你现在是你公家的钱 你不准来从事党务 陈志涵里的 好像还是立法院党团的钱吧 立法院党团的钱 好像不是民众党出的吧 党团主任是不是立法院出的 我不知道 如果你本身也是立法院出 你立法院的薪水 你出来废话什么 你讲人家蔡壁如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已经斗到 已经斗到七分八素了 然后呢 第一代的柯文哲 已经驾崩了 我告诉你 柯文哲已经驾崩了 已经驾崩了 他的信用指数驾崩 没有人会再相信他了 没有人会相信柯文哲了 你可以拿4300万现金 去买办公室 现在还可以当现成的房东收租 然后你还要跟我募款 这信息已经崩 已经崩坏了 价值崩坏了 价值崩坏了 第二代被驾崩啊 第二代是谁 第二代是黄珊珊嘛 现在民众党集体在玩一个游戏 叫做柯P大风吹 大风吹 要吹什么人呢 吹要为柯P背锅的人 所以现在他们每一个人 都来找椅子坐下 因为如果说你太慢动作 找不到椅子坐下 你成为唯一战的那个人 最后你们就出去 这样子喔 对对对 结论是这样 就要出去背锅就对了